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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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四次报告我们都要参加 到新校区主力也是我们 麦人阳教授这次讲座的内容 与我们影视学院所学的专业 联系非常紧密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要好好的请讲 要珍惜这次机会 不辜负麦人阳教授不愿万里 来给我们送这场报告 下面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国际传国学者麦人阳教授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 李校长好 各位领导及在座的来宾 大家好 同学们好 我是来自美国纽约的麦人阳 中文名字叫阳阳 很好记 在海外华文媒体从事新闻编台工作多年 我在这里 我今天很激动 对我而言 我的人生呢 就是有三次荣耀 都是进入这个新闻行业带来的 第一次呢 是19岁那年 我通过公开招聘考试 考进了西安晚报 成为该社历史上最年轻的记者 第二次是在美国 我因参与报道狗屋鲁华事件而获奖 受到乔舍的包扬 第三次就是来河北传门学院 跟大家见面 交流 做朋友 让我实现了人生的第三次经验 这对我来说是一条最大的新闻 谢谢大家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在美国做新闻跟在中国有什么不同 劳动抢富大吗 薪水高吗 海外华文媒体和报社的从业人员有哪些人 受众又如何 同业间的竞争激烈吗 华文媒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又是如何呢 如果您是学传媒专业的 留学美国拿到学位后 是否要找一家媒体留下来 写新闻也一样 把自己惊了的东西写出来 才能让读者感受到惊人之处 以媒介市场和受众划分 海外华文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 具有跨文化传播的特征 得特殊的大众传播媒介 它也有其资深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规律 我的职业生涯最辉煌的一页是 经历了2007年5月 华人媒体的首次胜利 当时所在的纽约明报采访部 独家披露了掀起两岸公分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播出的辱华节目事件 结局是狗窝广播秀栏目被取消 并下列两名招事者及节目监制 不准回到CBS旗下的任何电台工作 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在内 首次追随华文媒体明报的报道 我们采访部四人获得了 华人社团龙头老大百年桥社 中华公所首次举办的亚语传宗节的 杰出贡献奖 这个世界中的尊重 中华人社团龙头老大百年桥社 中华公所在外面 在梦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想识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问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得看你 我今生看来注定有独行 这儿请你为你靠近 我今生看来注定有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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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生看来注定有独行